一、熟人不能少,朋友无需多,熟人是世俗的路,朋友是心灵的爸,路度有千万条,不多,爸只要三两个,足以,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,到梁某也要讲道义,对得起闹分工前,陈世间的责任,改进的不敢推迟,度性态度大于能力,尽则不尽则是一回事,能不能尽道则是另一回事,我成不了佛。 但丝毫不影响善的发心,慈悲的情怀,不怕人笑,天下最大的嘲讽都比不过自嘲,我本费哎,为什么要跟山比高,每天比自己高一点就好。 三、不欠别人,也不欠自己,人就这一辈子,欠谁的都要管,不然,你下辈子都不得安宁,这辈子不结人心在主,下辈子才得云淡光清,阳光照你,也照我。 你若微笑,我也没必要愁眉,我一轮太阳活着,你千亿,我为什么要不开心,雨露论你,也论我,你若成长,我也要拔结,供一片雨露活着,你快乐,我为什么要忧郁? 阳光与露没有分别,业务厚薄,同样被阳光照顾,同样承受着雨露,活得好还是不好,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,吃得太饱,不知道饿的滋味,穿得太暖,不知道冷的滋味,反之亦然。 人的使命不同,追求的滋味也不一样,跟自享说自己喜欢的滋味就好,未有自享者不同,他们不会可以追求某一种滋味,也不一定要还是来一种滋味。 平复穷达对他们来说,都是有意思的滋味,每一种滋味里,都暗藏着他们需要的发现,你看到的我都是真实的我,我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,也不是单色而是多色的,你看到的虽然不是全部的我,但接近的是部分真实的我,因此你怎么评价我都是对的? 你的批评,与我是变色,你的肯定,与我是忠告,把我还是扁我,我都会微笑的轻轻,既不欣喜,也不辨解,只有感恩,默默前行,人的情绪犹如天气,上午景空万里,下午也许就大雨昂佛,人的思雨无极限,这钱全本来归我掌控,怎么就跑到你的门下? 前一刻兴高采烈,轻松自在,下一刻就觉得事情难办如灯天,内心纠结的仿佛尖要他下来,越在这时候,越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,只有让自己的心怀静下来,摸到世界的秩序,才不会乱到哪里去,替天想想,替地想想,替人想想,然后再替自己想,世上脑还要想不通的事,天不会总亮, 也有天黑的时候,地狱万物,也有不毛之地,人有高达胖瘦之分,也有闲与穷达不同,你的生活顺利,人生丰富,生命起伏,跟天地比算不得什么,跟他人比呢? 你既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,也不是最不幸的那一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大致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